社福要做好 学童安全更重要 社福要做好 学童安全更重要 区隔做不到 就反对日照进学校 区隔做不到 反对日照进学校 高喊口号 知山国小家长会长与家长代表来到市府门口 抗议市府要在知山国小设立日照中心 家长担心 学童碰撞到长者恐引发纠纷 而且社会局为良好沟通就要签署行政契约 我们现在的作为只是我们想要请校长可以暂缓签明天的行政契约 因为行政契约一签下去 社会局就可以把国小的地拿走 不管他们要在知山国小做任何的东西 我们都无法有意见 我们也不能表达意见 因为校长只手遮天 社会局跟教育局只手遮天 经过了去年到今年的四次市府跟市议会的协商 社会局长甚至对我们说出 我现在就是在协商当中啊 不然我半夜就进去学校施工了 这种官微官僚体制之下的话 为何会出现在2022年的台湾 请求市长能将行政契约签订的日期暂缓延后 并且审慎评估公有福利设施该有的流程 让家长端与校方还有家长三方都有共事之后 再行决议签订行政契约 否则此公有设施的美意也无法传达至所有关切此议题的社区居民 和学生的家长心中 到目前为止 校长答应了日照进来 他说他会负上全部的责任 但是他明年届满八年任期 即将要离开我们学校 可能转换到别的学校当校长 可能退休 他说的负责 我不知道该怎么负责 询问社会局 如果当你日照进入了校园 我们的小孩或是老人家受到了碰撞 受伤 甚至危及生命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处理 社会局的回答是 一切交由厂商处理 所以社会局现在是要明码标价一个学童 一条人命多少钱 是这样吗 因为厂商处理不是只能赔钱了事吗 还是他们有任何的刑事责任 智商国小的家长完全认同台北市政府设置日照中心的美意 但这样的公有设施设在国小里面 是全台北市第一间被要求设置日照的小学 这么重大的公有设施 除了以长者为考量之外 本来就已经在这三国小空间的学童们 我们所有学生 700多位学生以及100多位老师的权益安全性 他们的声音也需要被重视 而非只是因为公有政策必须在此市府的任期中完成 就可省略该有的流程及沟通成本 李怡纯表示 有83%的家长以及98%的教师 反对智商国小设置日照中心 家长代表陈子颖则认为 学校应该是单纯的教学领域 智商并不反对日照中心 因为一千多个学生也代表有两千多个阿公阿嬷 只是我们会希望说 市府在这样面对这样的政策的时候 应该能够有提出更完善的一个专案的法则 智商国小目前一到六年级的孩子有18班 那六岁以下就是包括零到两岁的幼托的部分有9班 就是还有热灵学堂 还有特教班的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在班级数上面 他们就是幼托的部分 他们是非常的年纪非常的小 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是说台北市政府 应该去盘点更多的闲置学校 给老人更愉悠的空间来做日照中心 目前所选的三楼的位置 试想如果发生公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办 还有就是说 国小的孩子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动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拿捏 万一碰撞到老人 或者是产生到彼此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子来处理 对于这些 我们觉得应该要建立更好的安全的环境之后 有更安全的法则来处理 而不是将来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委外的厂商 万一委外的厂商走了之后 倒了之后 那这些问题该对谁呢 社会局副局长郑文慧接下陈勤书后 承诺会交给局长 市府也强调会持续沟通 化解歧见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桑文慧接下来第二个